1970年代风鸣全球的瑞典阿爸合唱团 原本预定在去年底就要推出重新组合之后的新单曲和MV 不过根据丹麦号外新闻报的报道 由于影片将会以虚拟的方式来重现四人当年的模样与风采 团员们求好心切 希望可以呈现最完美的形象 因此问世的日期一言再言 最快可能是今年的9月或10月 1974年的欧洲歌唱大赛 阿爸合唱团以这首带着华丽摇滚风格的滑铁炉 三度扣冠并拿下冠军 也开启了阿爸合唱团的事业高峰 随着唱片销售量与创新高 以四名瑞典团员姓氏开头字母命名的阿爸 成为第一个来自非运异系国家 而能在英国 纽澳与北美地区大红大紫的乐团 1982年12月最后一次同台演出后 阿爸合唱团在没有正式宣布的情况下解散 直到2016年 自然为了以他们1975年作品 《妈妈咪亚》为名的歌舞剧难得一起公开出现 当然当年才二三十岁的四位团员 现在也都成了六十好几的大叔大婶 不过他们消失歌坛的三十多年中 不仅作品一再被翻唱 周边商品也持续热卖 澳洲广播公司的报道指出 两首新的单曲《我仍然相信你》 以及《别让我闭嘴》 录音工作已经完成 但为了能重现歌迷心目中的理想形象 MV将以虚拟化身的方式呈现 也就是用四位团员最新录制的声音 配上数位化虚拟的四个人在三十多年前的模样 由于团员们求好心切 希望数位化制作的形象能更加完美 才让发行的日期从去年底 一路延到今年九月或十月 至于最后的成果如何 团员们请老少歌迷拭目以待 记者徐湛仁报道